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还有服务能力 非常感谢您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奖项 得奖的志工们一一上台 有个人获奖 也有姐妹党或夫妻党都投入志工服务 接受表扬 我在基隆市五堵国小 当交通导户志工 那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 那个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 维护交通的安全 那当然这是一种很愉快的付出 我们两个一起去那个税务局当志工 是看到那个税件处的 在不同单位看到税务局招志工 当志工心情很愉快很快乐 我在妇幼馆妇幼志工队的 我已经在那边当了22年的志工 然后跟我姐就看到税务局要招志工 我就过去那个真心 我是抱着服务的那个态度 心情来服务人群的 所以我对志工的那个心情是很愉快 很那个很想说帮助别人的心情 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 市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这场 基欧志工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对志工们说 有你们真好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和多位市议员都到场 肯定志工们为市民的付出 今年获奖一共有272位的志工朋友 有你们真好 谢谢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可以从更多市民朋友身上 找到像在座的各位志工哥哥姐姐 这么了不起的情操 这么热血这么热心的一个关怀 12月5号这是国际志工日 也是我们一种真实 那我也很荣幸在这一天出生 那我觉得当每一位志工 我在刚刚从踏进会场 其实就看到每个人脸上的那个 幸福 笑容跟快乐 那我相信一日志工 你是终身的快乐 因为有你们的帮助 因为有你们作为典范 所以基隆市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很多地方只靠市政府 只靠公家机关的人力是远远不足 把这些社会我们的基隆市服务好的 所以在这边配奖感谢 除了今天受奖的所有的志工好朋友之外 也更感谢这些今天没有到场的志工好朋友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的慷慨 因为你们在每一个地方 在那个时刻 你的一个引导 你的一句话 就帮助了一个人 就给了一个人温暖和关怀的力量 所以今天在这里获奖的270位 我们的志工好朋友们 其实是我们基隆市里面最闪亮的270颗 闪亮的星星 基隆的志工人数共有13000多人 每年服务时数超过70万小时 市长谢国良感谢强大的志工能量投入 一起来打造温暖有爱的一居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